香港工程史學會土木分部一直致力 讓公眾了解應對本港的碳排放情況 以及提出減少碳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議題 我們意識到氣候變化對於香港以及全球的影響 不止對我們所住的環境造成威脅 而且對社會和經濟穩定帶來嚴重的挑戰 因此我們相信以工程技術加上創新科技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是實現持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的遠景是建立一個低碳、可持續和抗議能力強的城市 在過去工程師學會積極推動綠色建築 和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的技術 我們與政府、學術界、業界合作 推動環保設計和可持續發展 實踐建構香港成為一個世界級移居城市 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工程業界不定推動創新科技的應用 例如使用低碳甚至零碳能源 綠色建築和設施 建造環保交通運輸系統和網絡 減少廢物及建造廢物管理設施 例如設置污泥處理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轉廢為能 我們亦鼓勵業界採用更環保的設計 建築物料及建造方法 提供相近的技術支援 在面對氣候變化 政府亦逐遍加強本地的基礎建設 例如興建速洪池 制定藍綠建設和海岸線管理等 以應對極端天氣事件和海平原上升等大來的挑戰 此外我們亦加強與政府部門間的緊密聯繫 共同制定和實施氣候變化的應對策略 我們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部門和機構交流經驗 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香港工程師學會相信 通過我們與業界合作 以及積極與國次分者攜手 令大家可以為香港創造一個低碳 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未來 讓香港成為更加移居移業 培育下一代更理想的地方 為我們及全球的下一代 作出貢獻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作詞・作曲・編曲 杨思益 作詞・作曲・編曲 夢中 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